終日談不買爛,豐田藥廠即減產 中國岸交部長楊潔篪和日本外相員葉光一郎 昨天終於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正式回誤 據知個數小時的會面氣氛嚴肅,但就各說各話 楊潔篪除了說日本將吊賭國有化 對中國領土主權嚴重侵犯外 還說對方公然挑戰二次大戰後的國際秩序 所以中方會繼續堅決維護領土主權 而元葉光一郎就堅稱尖閣諸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 所以不存在領土主權問題 他還提醒中方要控制國內的反日遊行 談不得數,當然要開始找盟友 繼日本首相野田佳宴,前日會見澳洲總理後 中航兩國外長亦同一天在紐約舉行雙邊會談 對於維持東北亞秩序窗口一致 擺明要向日本還以顏色 大鑑於超級颱風傑拉華催近東海 為了避一避風頭 一直在釣魚台附近海域的十艘中國魚政船和海監船 已經在這兩天全部撤退 雖然海路化緩,但綠路就開始緊張 可能反日示威太激烈 日產,Toyota和Honda 三大日本汽車廠都相繼宣布 會在這兩天起,至10月8日 暫停在中國廠方的工作 直至反日情緒受控 分析估計今年日系車在中國市場的佔優率 只有22%,令到地位會被德國車除代 在這兩天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